世界白動 澳洲視角 歡迎收看AMC澳洲留學網路電台 您的第一手Visa新聞平台 哈囉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Kal 您對澳洲留學人民投資有興趣嗎? 歡迎您訂閱我的頻道 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叫我們有新的video 新的消息 您對第一手取得最新的情報 好 我們今天來聊一個話題 就是到底2023、2024 我們已經在2023的10月中了 馬上要進入2024了 這時間真的跑得非常非常之快 那到底現在這個時間點跟未來 選擇讀這些記職課程 還是不是一個時機 是不是一個好的決定呢? 這個當然很多人會想要瞭解 那為什麼呢? 那其實很簡單 其實澳洲呢 在這2030年來 Promote它的記職課程 說實在的 非常非常之成功 OK 你去想想看 記職課程你要出國留學讀的話 你能想到哪一個國家有? 不太多耶 你像美國和英國的話 他們本身不去競爭這一塊的 他們都是往高階的去讀 OK 那當然很多人要選擇記職課程 說哇 都跑來澳洲讀 非常非常有名 不過呢 因為最近很多政策的變化 到底來澳洲讀記職課程 還是不是一個好的決定 今天我們這個video 來跟大家做一點點的 些許的分析 其實在我們之前的頻道啊 我們很多的視頻 如果把它整合起來 大概會有個概念 不過當然啦 沒有人會 我們現在視頻已經 全部加起來可能快2000個了 沒有人會 花時間去把2000個視頻 把它全部看完 那當然 歡迎大家多多利用 第一呢 你們看到我們的螢幕的左右下方 對不對 各有很多的連結 這些連結都是我們可以做網路諮詢 雲端諮詢的 大家可以好好的利用它 除此之外呢 Facebook沒有這個 function 但是你去YouTube的話 你在我們的頻道裡面 它有另外一個專門搜尋頻道的搜尋器 你可以在裡面找到非常多的 answer 不過我們今天把 我今天幫大家把所有這些資訊 先把它聚集起來 做個 summary 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到底2023 2020甚至到未來2025 我們來選擇來澳洲讀技職課程 到底還會不會是一個好的決定呢 好 我們來了解一下 首先我先帶大家看一個網頁 這個網頁我在之前的視頻有講到 所以如果你要取得更最新的資訊 記得要訂閱我們頻道 OK 那所有的視頻啊 信息你都會收到 notification 好 這個網頁其實我在之前就跟 一出來的時候第一天我就跟大家報導了 好 那我們 我不敢講我們每次都是第一名啦 不過我們至少一定都會在前三名的速度 把所有的澳洲的移民留學信息跟大家分享 這一頁在講什麼呢 我們看到它基本上它的title是寫出 List of Occupations and Qualification Elegible for Post-Study Worldwide Extensions 什麼意思就是 畢業生之後的工作權 我們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選擇來澳洲留學 就是你留學畢業後你可以有畢業工作簽證 待在澳洲工作 後來這一個方式其實非常非常成功 所以英國也copy這個模式 去英國讀它的Master什麼的 你可以留下來工作 好 那在今年的時候 澳洲政府出了一個清單 這個東西按進去以後呢 這個清單裡面有3600 不知道多少個這個課程 你讀完以後 除了你會有原本原來的畢業工作簽證 你還能再多加兩年喔 OK 那哇不得了耶 那這些課程是哪一些呢 這些課程我可以這邊告訴大家 全部都是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以上 也就是說學士Bachelor或Master 以上的課程才有 OK 那我為什麼跟大家講這個東西 重點來了 你可以看到澳洲的教育 國際教育體系 也在跟隨進 跟著這個美國跟英國的方向走 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們會越來越prefer高等教育 因為他們會覺得高等教育 留下來的學生 他比較有創新創造科技等等的能力 那可以帶動整個國家的經濟嘛 我們這兩三年我們討論非常多 有什麼Global Talent啊 都是科技簽證對不對 這些東西帶給的 帶給一個國家的經濟成長啊 遠遠高過於很多的投資移民等等的 所以他們想要這樣子的人留下來 那換句話說 如果你選擇要讀記職的 哇 你就Disadvantages啊 什麼意思 就是你的 你沒有 你的優惠沒有在那麼多了 除此之外呢 原本啊 在疫情當中 他們把這個 記職課程的 畢業後的工作權 原本是拉高到24個月 不過呢 最近啊 很多人 很多說啊 為什麼變這樣子啊 然後還有職業清單 原本不是取消掉嗎 然後他們又把他 記職課程又拉回到18個月 那18個月大家覺得 還不錯啊 還有一年半的時間啊 不過這個錯了 因為如果你有follow 我們頻道的朋友們 我知道 18個月是 基本上不夠時間 讓一個記職課程的畢業生 完成他的所謂的 Job Ready Program 什麼是Job Ready Program 就是你畢業後 你還要去職場工作 當然是你的職業 比如說你是廚師 你就要去做廚師的工作 然後要累積滿一年 做職業鑑定 拿到職業鑑定 為什麼要做職業鑑定 你有職業鑑定 你才能技術移民啊 換句話說什麼意思 如果你畢業後 在時間內沒有辦法完成 18個月 沒有辦法完成職業鑑定的話 那你跟澳洲的技術移民 根本就掛不上鉤 所以這個裡面啊 18個月跟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3000多個課程的清單 比起來的話 你一個人 一個你讀了記職 你只拿到一年半的時間 其他的你可以拿到 三年到五六年的 畢業工作簽喔 差非常之大 OK 所以這邊也跟大家分析一下 你可以看得到 不是說選擇技職不好 我從來沒講這個東西 但是你選擇技職課程的話 你唯一 你跟選擇非技職課程的 國際留學生的話 你的差異性非常大 但這是國家的政策的方向 所以這邊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除此之外啊 之前前幾個月 我們也是看到這個是在 這不是前幾個月 兩個月前 八月的時候 澳洲的這個教育部長 Jason Clay也出來 他declare什麼 他要crackdown crackdown就是要抓啦 抓除了什麼呢 ghost colleges 這個就是學校裡面 沒有人去上課的學校 通常這些呢 這些都是記職院校 而且都是私立的記職院校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ghost colleges呢 那我們當然前面的視頻 之前的視頻有談到 就是很多私立學校商人嘛 想要賺錢嘛 對不對 那我們需要 很多人沒有辦法 直接拿到工作簽證 那不如我幫你拿一個學生簽證好了 每個國家都有這種 這種 不是太沉穩的一些事情 不過這都是不好的事 那這些學校幫 這些學生辦的學生簽證 就有去打工 根本沒來上課 所以這個澳洲政府去查 這些學校的時候發現 他進去跟一個學生都沒有啊 那你開什麼課啊 所以他們叫他們ghost colleges 那這個打壓下去 會完全影響到整個記職產業 那當然啦 那記職產業如果真的要學的話 要選擇公立的 就是TAFE T-A-F-E 那你如果選擇私立的 good luck 如果私立選進去 你唯一的問題就是說 你可能付了錢進去讀了兩個月 那你不知道他有沒有被查 政府不會說 我今天要去crackdown的時候 我今天要查 調查這些學校的時候 或是調查任何人的時候 我還要公告 那我如果公告那些人 早就逃走了 對不對 所以 你不知道哪些學校會被查 你如果付了錢給他 兩個月後他說他被查了 他被政府封門了 關閉了 那錢怎麼辦 OK 所以這個產業會遇到這樣子 而且甚至已經是現在正在發生當中了 OK 會有這樣的問題存在 那我要呼籲大家就是說 如果真的要去讀記職課程的話 可能就要選擇公立的學校 比較保險 OK 那當然最後呢 我這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個是 我們記得去年的時候 澳洲政府他不是 新上任的政府 上來以後 他不是說 這個還是很缺工嘛 這個疫情之後 然後他們就弄了一個 Job and Skills Summit OK 那當時這個Summit結束完了以後 我記得是9月5號 就是一年前的事情而已 他們就組織了一個叫Job Skills Australia 透過這個Job Skills Australia 去了解現在澳洲真正缺的職業 是哪一些 那好死不死呢 在上個月呢 一年之後 就是這個東西 Summit結束一年之後 出了報告了 OK 那我之前也做了一個視頻 我覺得真的笑死了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這個報告我們直接跳到第17頁 他告訴我們澳洲職缺前20大職缺 OK Occupation in Shortage in 2023 好 那好笑的是什麼呢 這20大職缺裡面 基本上全部都是計職課程 需求的職業啊 計職啊 我們第一個看 HK Disabled Carer Retail Manager 其實也是Diploma而已 OK 好那老師不算 Truck Driver Truck Driver 根本連Certificate course 我不知道有沒有Certificate course 應該是沒有 Electrician Child Care Worker Carpenter Chef Waiter 哇我的媽呀 連服務服務生有沒有課程 我都不知道 Waiter都缺 Mortal Mechanic Fitter Project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r 然後Hair Dresher Project Builder 什麼意思呢 我這邊算了一算 70% 他們真正現在的Top 20的職缺 全部都是計職耶 那現在問題來了 OK 到底澳洲還要不要推計職課程 那你在2023、2024年選擇 計職課程還是一個對的選擇嗎 啊真的是 是我不曉得前面我們先看到很多政策的方向 其實對計職課程是非常不利的 OK 是這個整個是空單在一直放的 OK 但是後面突然間9月又出了一個20大職缺 結果百分之六七十全部都是計職的職業 那你澳洲到底還要不要推計職課程呢 那我們也了解到 我之前視頻也提到 澳洲當時開放了40多萬的名額 讓澳洲本地人去讀計職課程 免費喔 免費 沒錯 結果呢 超過50的人讀到一半就quit 你說 那澳洲現在到底要怎麼辦 好 我們回到最重要的主題 如果你真的 你的興趣和passion 是在這些trade courses 那你在2023、2024甚至未來 如果要選擇這個課程來澳洲讀 也是可以 那我當然第一個會建議 你可能先選擇首選公立學校 比較不會出問題在這短期之內 OK 第二呢 我們要了解 學生簽證也在進入到一個新的改革 改組的狀態 他們會把原有 原本我們記得都要寫什麼 GTE Genuine Temperature 改成GST Genuine Student Test 那我透過我們在產業界所聽到的 有可能 澳洲未來的學生簽證 也會introduce跟美國一樣的 面試的一種 function 什麼意思 如果你要讀季職課程 你還會被移民官面試耶 哇 當然到底這個會不會這樣子走 或是那樣子走 法規還沒出來 我們還沒知道 但是我們至少聽到有類似像這樣子的東西 意思就是說 你選擇季職課程的學生簽證的成功率 未來可能也不會那麼容易喔 Anyway 歡迎大家有任何問題可以在留言給我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バイバイ 感谢观看